大家好 这里是所有学习书 我们继续挪露袖子 继续说中国的事情 好好勒一勒 这个中国的事情 我们今天说企业家 两个牛逼人物 一个是马云 一个是马斯克 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些事了 但是我的强项就是 我能够说出一个道道出来 能够说这经济学 说这背后的 中南海下出的消息 能够给他讲一讲经济史 说不定你能还长点小见识 高估自己 夸自己 这个马云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马云的湖畔大学 那个名字 被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民工 永远新的水泥 把这个名字 给涂抹掉了 抹掉了 湖畔大学 这四个字 知道吧 我说过无数字 我去过那个地方 给他们讲过 当过老师的 上课课的 上一个小时五万块钱 马云有钱 我也挺高兴 完了以后 湖畔大学 这四个字 它有来头的 首先是这四个字 它是由金子做的 是先把它抠四个字 四个槽子 是吧 然后上面是图的金子 正而安静的黄金 湖畔大学 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巨大的石头 那个东西 那是一个 也是非常值钱的一个石头 画了老鼻子镜 那搞过来的 然后马云当时 在湖畔大学的开学典礼上面 说什么 说我们湖畔大学 至少要坚持要干 要办这个大学 要办什么 中国最好的企业大学 要堪比这个耶路 堪比这个什么 哈佛大学 要至少要干三百年 我得去三百年 所以现在网上的人 就一通哈哈大笑 说三百年 马哥是不是外星人 三百年 三年不到哪 真的就三年多点 三年不到这家伙 不到四年 三年多点 就歇了 名字都给他涂掉了 据说这个地方还在 改成改名叫浙江湖畔创业研究中心 所以以后马云就不能叫马校长了 马校长这个词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叫马云叫马校长 很少有人叫马总的 我跟你说 你如果叫马云叫马总 说明你不了解他 你如果叫他叫马董 你也不了解他 你真正了解他 都叫他马校长 那马校长是我们知道蒋介石 蒋公 蒋介石 蒋中正 就是什么叫蒋校长 黄埔军校 蒋校长 知道吧 所以胡盘拿起来是中国企业 叫做黄埔军校 那黄埔军校这个东西 它有三大特点 首先第一个有蒋介石的影子 在领袖是吧 蒋领袖 中国的领袖这个词是谁搞起来的 我跟你说不是毛泽东 你千万不要冤枉毛泽东 中国把领袖这个词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是蒋公搞起来的 叫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 你知道吗 一个主义就三缅主义 一个领袖就是蒋介石 要实行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独裁统治 所以蒋介石这个人呢 也是脑子进水 蒋校长 所以呢 你说这个马校长 喊他喊马校长 第一 有蒋公的影子 是吧 牛逼 是吧 领袖 是吧 那第二 有黄埔军校的影子 黄埔军校一说 哇 他中国最好的这个军校 抗儿战争 牛逼轰轰 是吧 第三 他有什么 有一个革命的影子 是不是 是不是有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东西 你其实是每一点 你要仔细去抠的话 共产党都不喜欢 包子里都不喜欢 所以随着马云失事 马云 随着马云这个风头过去了 这个学校肯定要被他撤死 就这么简单 改成浙江湖畔创业研究中心 那以后的马云是个什么人 就是马主任 差我21岁 我就是苏主任 真的吧 我一直到30岁多 我还是叫苏主任是吧 这个主任这个事 这个班主任他也叫主任 班主任是不是 这太不流逼了 你想想马校长和马主任 估计把马云就淡出这个地方再也不玩了 这个名字没理 在里面玩很傻呀 是不是 再说马云本人也已经就是风光不在了 谁还跑到这个地方来 那那向马云老师请教怎么做企业家呢 哎这个事很有意思 那马云这个人呢 有时候啊 现在当然大家都看他他热闹了 都都都都觉得他活该嘛 中国人就这样 但是马云有时候说的这些话真的很操蛋 马云在在这个同样是在湖畔大学的这个典礼上面 他说过我要这个大学啊 我要干300年啊 干300年 结果三年多这就咯屁啊 事实上他还说过一句话 他说中国啊 这个国家很好的呀 我为什么说我能干300年啊 那中国有两大优势啊 是吧 那第一是什么呀 第一是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 哇最稳定 他说他他说为什么最稳定 你一听你觉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哎他说的还挺有道你 他怎么讲 他说他说你看一下美国啊 好不容易选选选选了个共和党上的 没搞几年四年 花了又选下去了 又民主的上了一通折腾 而且两个党之间呢 就是那个经济政策啊 他完全是是撕裂的 是对立的 搞得中美国的企业家 美国的创业者都无所适从 你看中国多好啊 是不是就是一个共产党 英明的领导 是不是最稳定 所以中国是最适合创业的地方 你觉得马云说这些话 你穿得欠糙欠臭 你还能你还能干嘛呢 是不是你真的就是 最好是找个找个大汉 把你他妈的怎么的 把他给裙屁了 知道吧 就是特别的恶心 他说这个话 你说是不是 他就是睁着眼说瞎话 知道吧 这种人是要遭报应的 我跟你讲啊 真的 我说这个话 我其实心里 我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的 一个研究研究人员啊 我可是正儿八经的 有人出钱 出班子 出队伍 然后去研究中国企业的精神特质 真的啊 我的研究中国企业的精神特质 还参加过美国的这个什么纽约的书展 我的那个书的封面 还有我的这一张脸 登上了什么什么 这个时代广场的那个大屏幕 知道吧 真的你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 真的 你想想嘛 就是因为我是研究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特质 人家美国这边呢 也觉得你这个课题的有点意思 他们也希望再来中国做生意嘛 希望了解中国的一些怎么想的 我可没少就这个事情赚风头啊 赚风头赚钱 真的 所以我说这句话 我是其实是很心痛的 而且我一直认为马云 他是有做生意的天才的浙江人呐 前有胡雪岩呐 是吧 后有马云呐 是不是 这都是了不得的人呐 是不是 都是会做生意的人呐 是不是 这 没想到 你看 赫江出了多少生意 还有一个鱼具 明国的时候 晚期的时候 就余恰钦ù 余恰钦的生意也做得很大的 在明国的时候 蒋介石都是让他三分 是吧 真的 这个 池江人 你看 能搞这个事情 你看你看 著想还有一个这个 跟我一样 写点字的 一个财经作家 吴小坡 吴老师 是不是 你看同样 都是写的 他就把自己写成那个企业家男狮子 我就看着他搞起来的 一开始也以为就是我玩一票 就是搞一个小书生嘛 是不是 哎呀这个比较文艺嘛 小波比较文艺 没想到做着做着 就做成一个大公司 上市公司 啊 了不得的事情 哲家人他有这个头脑的 你知道吗 马云他真的有这个头脑 我说这些话 其实我是带着一种肉痛的感觉 真的觉得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马云说这个话 你能说他 他真的不让人骂他吗 是不是 中国真的制度有这么稳定吗 你捏着屁股一眼想想 你说话 你就是 就是真的就是睁着眼睛胡说八道 就是缺德的话 知道吧 果然吧 搞死了吧 他们说这个为什么要搞他呢 为什么要不让湖畔大学建呢 继续办呢 所以当然是马云去不行了呀 但是人家没说马云不行 人家没说不让你办 你还可以办 但是你不能用大学这个名字 湖畔这个字你可以用 说是个教育部出台的一个文件 是吧 所有的民间的机构用大学的机构都不能用 这也是叫做什么叫做瞎扯我跟你说 嗯 教育部他有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动马云的湖畔大学 我跟你讲啊 这个湖畔大学当时搞的时候 那可是中央的关键领导江泽民 还有这个什么中央很多个领导 他都都认可的都批过的 不是说自己 不是说马云脑子一扣 这个脚丫子一扣 就想办一个大学 那正要把你审批过的好吗 就是包子迪看不就不喜欢马云了 马云就就就就就就风光不在了 就这么简单 这就马云和湖畔大学的消失 一味意味着一个重大的事实 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时代已经已然过去了 以后的时代在习包子死之前 中国再也不会有风光的企业家 这这么一个说法了啊 像我这种人研究中国企业的人 如果还还窝在中国我也会失业 也没有人找我写公司史了 没有人找我写公司的案例了 知道吧 我也赚不到钱了 就这么简单 也没有人再请我去上课了 以后中国企业家就是一群被人嘲笑的对象 知道吗 就这么惨 一个企一个时代的企业家 如果被人嘲笑 一个企业时代的企业家 如果走下坡路 那么一定这个王朝这个国家 也也快崩垮了 老百姓也就快快开始要失业 要爱饿了知道吧 要饿死了 那晚清就是这样子的 胡雪原被抓到这个什么 然后死 胡雪原被被搞死 然后完了以后到晚清垮了 就是没多长时间 就是十来十十来年的时间 你以为有多长的时间 你说是不是啊 胡雪原人还没死的 在病床上没死呢 朝廷的这个什么这个追杀令啊 就过来了 要直接取他的手机 结果人到的时候 胡雪原都已经死了 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吓死的 这就是一个企业家的死亡 一个企业家的消失 它不简单 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时代 你的经济好 你的日子过得好 你的国库充盈 你的老百姓的安居乐业 那都是因为有一批企业家在跟你撑着 你能设想美国如果没有那么多企业家 美国能有今天的经济吗 你能设想日本韩国这样的后发的这个啊 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 如果没有那么的大公司大企业家 能有他们的今天的经济吗 你你能设想台湾如果没有那么多企业家 没有那么大公司能有经济吗 这个大公司他除了自己很大 然后呢他还带动了无数的中小企业 他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产业链 你知道吗 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 你明白吗 无都有偶啊 关于马云的这个事我就说到这会儿 无都有偶 这个马斯克啊 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 昨儿终于宣布了 他不再继续给中国进行任何意义上的投资 所以很多人就听出他的话外之音 就是他他现在已经正式开始撤离中国 所以全世界的那些个那些个想搞经济的国家 就就脑瓜子特别好使就就耳朵特别敏锐 迅速就给马斯克就发了电发了电报写了电子邮件 你中国你想离开好你就不应该去我们欢迎你来我这儿吧 有这么几个国家印度希望马斯克去建厂 然后巴西啊 连他妈的加拿大都是希望欢迎马斯克过去 还有英国啊也欢迎马斯克过去 我就跟你讲你看一个是英国我们就算欧洲这边的市场吧 是不是 然后印度算亚洲市场吧 巴西算南美市场吧 你就想想这么多人都而且都不是说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部长邀请的啊 而是该国的这个领导人第一领导人巴西是巴西的总统 印度是印度的总总理啊直接给马斯克写邮件啊 然后然后请他马斯克离开中国的时候一定要想想能否来我这里 所以一个企业一批企业家当你看到马云也也也也卸菜的时候 当你看到马斯克也走的时候 你觉得中国未来会好吗 怎么可能呢是不是 会越来越差就业会没没 所有的产业链它会消失 这是最要最要命的啊 产业链消失去随之就是大量的工人失业 大量的工人失业就有了很多人就没工资 没工资没法养家糊口 然后呢就开始有的有的当你城市里的人失业的时候 农村的人就开始饿死人了 你这是个简单的道理真不如瞎唬大家 这种故事一再上演 那为什么习包子他要这样搞呢 是不是明显的是习包子导演的嘛 是不是那据说啊 这就是我的一些专业的渠道的消息啊 说是什么呢 说是胡锦涛和这个什么那个谁 习近平他们两个人不是政治盟友嘛 要搞江泽民嘛 说胡锦涛说过一句话嘛 胡锦涛以前当做总数据的时候 他去过朝鲜访问 回来的时候他就说过一句话 朝鲜呢除了经济不大好之外呀 啊在道路问题上在制度问题上绝对正确 知道吧就是中国应该在政治的问题上 要搞成朝鲜那样才行 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的江山他是不保 那我们都知道习包子是要打江山做江山 习包子的执政的理念他非常的清晰 就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然后呢让他自己可以继续干皇帝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你所以你跟共产党讲 其他的道理没什么暖用 因为他的那个终极的目的论他跟你不一样 所有给共产党的的贴子的啊 的的的的的的的奏章的啊提什么 核电话建议的人他都跟共产党想法都不一样 所有的人他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 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什么呢哎呀 中国要发展这么大一个国家啊是不是 老百姓要安心愣业他你是为国家好 但是习包子他们这些人胡锦涛他们 这些人不是这么想的他说首先是要什么 共产党的江山要稳定 完了以后 然后再有可能 再确保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能够让老百姓 有口饭吃就可以了 所以我告诉你 绝对是靠谱的消息 习包子和胡锦涛 经过长期的研究 现在执行了一个习包子 叫包子经济学 当然它叫习近平经济学 我称之为包迪 包迪经济学 那为什么会有经济学这个词 是因为你大家年纪稍微长一点 也不叫年纪长 就是喜欢观察中国的问题 你就记住 在习包子和李克强 新的搭档班子 开始主导中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 大家都看好李克强的 对这个国家经济的管理 因为他是进行学博士 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改革派 他是逆临的学 是博士生 他是北大的法学的本科生 然后他又是这个 逆临的经济学的博士生 是吧 然后他又是那英语也挺好 是吧 各方面都齐了 所以那个时候上来 开始习近平还没稳住脚跟 是不是 完了以后就经济都是由李克强搞的 那个时候我们一帮这个愚蠢的 一天到晚 一银这个什么 治国平天下的一帮 那个经济学者吧 有的人是经济学家 有的人比如有一个人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 有一个人是这个是什么 是民事银行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 还有我 还有一个什么哥们 其实我们四个人想筹筹一本书 写一本书 一个人写一张一共四张 我呢就负责写经济史 然后其他的呢都有都有分工 这个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李克强经济学 真的 书搞都写完了 后来不让出了 真的 当时我们都以为这本书出版以后 我们还能赚一把 因为你看这个标题挺好啊 是不是 而且我们写的也是蛮有激情的 结果没什么暖用不让出 就那个时候有李克强经济学 当时为什么不让出 就是因为这个名字 李克强经济学 但是你不搞这个名字没人看 我告诉你 所以呢 但是比如说习近平特别吃醋 哎呦 那个那个那个 本来就是九糟壁一吃醋 吃多了以后更红 知道吧 红成个胡萝卜了 知道吧 就不让出 所以终于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 终于他把这个经济学的这么一个高达上的词 放在他的这个名字后面 叫习近平经济学 我称之为包地经济学 那习近平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跟胡云涛搭成的就是 经济的底线就是让老百姓有一口饭吃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情一切以党的利益 绝对统治 共产党的安全 国家的这个制度的安全为第一目标 经济一定要服从于政治 而不是政治服从于经济 那么经济的底线原则指导思想 习近平经济学的指导思想 就是老百姓有一口饭吃就可以了 你听听这个话 是不是很中国 是不是很细胞子 是不是很共产党 但是绝对是真家伙 我听见这句话 我完全相信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事情 共产党他统治中国的原则就是什么 他也不希望大量的人饿死 就是你有一口饭吃就可以了 绝对不需要你有那么多人有钱 像马云尼亚太有钱了 绝对不需要你马斯克这样的人在中国折腾 因为你对我的国家 你对我的共产党的江山 有可能构成一个影响 构成一个威胁 你爱走不走 我不想跟你玩了 之前把你搞过的是我们的决策的错误 所以现在我不干了 所以习包子说 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他说他放屁 导时真是算数的 因为放屁有点臭 这的确是货真价似的 所以明白了吧 中国就这么一个情况 你自己无论你是不是在中国有什么 这个生意那个生意 你自己看着办 谢谢大家